什么时候 就是今天哪 估计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 这么说了 必须得把这个粮结下来 大家记住我的话 团结一致 绝对不能让小日本得逞 我现在去想办法 好好好 对啊 好好好 你老你我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就是一个大精神 糊涂也不知道啊 少奶奶 日本人要把大量的粮食 运到火车站 你快去通知鼎城节辆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少奶奶 不用着急了 樊先生已经带人去了 少佐 那一百粮车粮食 已经运往了火车站 估计现在已经装上车了 要是 这一百车军粮 先送给大佐的部队 接下来 我们要尽快完成 司令部的命令 报告 报告少佐 我们运往火车站的一百车粮食 被接了 你说什么 今天侦察并报告 我们的一百车 粮食 被接了 少佐 今天下午知道我们酝粮的 除了我们自己人 还有一个人 就是牛老白 报告 小三 谁把那个牛老白给我抓回来 你也行扣打 是 你说这个竹军去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 不会半路出什么事吧 你别老自己吓唬自己了 他不是去商会开会了吗 也许路上没那么顺畅 这让人担心 三公五 你就别担心了 竹军弟妹不会有事的 现在很晚了 你和我娘先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我没事 这不四爷还没醒 回去也睡不着 就在这儿陪着他吧 是啊 就陪陪他吧 小马 你去门口守着 小心情节 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 昨天啊 我得到消息 去结一批军粮 没想到 被柴大当家 解足先登了 我们带人赶到的时候 刚好两个队伍 都在清理战场 所以清理完了 我们就一起过来了 少奶奶 我弟弟死了 就是警察局的柴虎 他那天在街上 为了救你替你挡了一枪 被任何人打死了 怎么会这样 柴大当家的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少奶奶 你不用太过自责 她是心甘情愿的 我只是作为兄长 觉得应该告诉你一声 她在九泉之下 或许还会高兴我 大当家的 请节哀 正巧我们今天都在 我们还是聊聊怎么对付日本人吧 我倒有一个计划 不过 我需要大家的配合 少奶奶 你说 日本人现在要集结大量的物资 必定也需要大量的军费 我想 从侧面传消息给日本人 说邹家有大量的宝藏 然后引狼入室 一举歼灭 办法倒是好办法 她日本人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呢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 先透露消息给日本人 再是苦陋记 宁死不承认 最后再紧要关头 为了保住性命 再说出咱们邹家有宝藏 日本人为了收敛钱财 冲作军费 一定会相信的 好 牛老板 你到底把孕梁的消息告诉谁了 大人 我真的没有啊 大军 你又饶了我吧 我说 我说 是 是宝负的少奶奶 就是 维社会的会长 她说要去处置 她说 你们集结粮食 是为了攻打长沙 让我们不要给你们送粮食 说她和抗日分子会想出办法 打开 好 我跟少佐 什么事 那个牛老板招了 据她说 竹俊小姐已经知道我们筹集粮食 是为了攻打长沙 她还告诉牛老板 不要为皇军筹粮 她今天知道我们要酝粮 就匆匆地离开了 小刚 少佐 去祖家把所有的人都抓回来 他们的家的财物 全部重做军费 你去学校 把那儿的人都给我带回来 乐竹军 我是中国人 我爱祖国 舒静 不好了 日本人来了 快带孩子们走 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来了 走走走 快走 别看 很好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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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童童给我带走 快走 快 快走 快点 快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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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邹家人统统给我抓起来 带走 是 太太不好了 太太不好了 怎么了 一队日本人冲了进来 说是要把大家都抓起来 还要把邹家的财产都带走 娘的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一队我杀一双 还愣着干什么 臭家伙跟他们拼了 死也不行 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啊 拼咱们几个人 是绝对不能跟他们抗争的 再说你现在伤没好 咱们赶紧进密道 是啊 走走走死爷 快死爷 快走走走 赶紧快走 快走 你已经拉我了 快点 你已经拉我 快进去 我不走 娘 三哥哥 你们也进来呀 时间来不及了 让日本人发现这个密道 谁也走不了 高副主军计划开始实施 快快走 快闪开 快走 快 抓住 快点 快走 你已经说得对 我们要以大局为重 跟我去找主军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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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可惜这些财物了 这是邹家几代人的心血 就这样被日本人给抢走了 这邹家不是完了吗 三妹妹 咱们邹家没这么容易完 我跟你说也不知道 老大爷临终前 告诉我一个地方还藏着宝贝 还藏着宝贝 来走 快走 快 快走 大少爷 出去听听听 来 四爷 慢点 你们两个为什么从这边出来了 日本鬼子突然来了 把家里人都抓了 娘和三伯母掩护我们俩才逃出来的 娘让我们告诉你 计划开始 怎么会这样 那我们该怎么办 去找夏贤生和定成 然后大家一起商量再说 走 报告上座 走 了 早就这样 我吃了 再来 我们在这边 都不错 走 都不错 了 我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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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我求求你们别打了别打了 住手 住手 再打就没命了 我求求你们住手 住手可以 才暴藏在什么地方 我 我不知道 放开 畜生 你们这帮没人性的狗东西 二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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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二嫂 二嫂 你醒醒啊 定成 不好了 日本人来了 把左家人全部抓走了 今天早上日本鬼子突然来 进门就抓人 娘和三伯母 把我们俩给送进密道 他们俩全让鬼子抓了 婆婆和二伯母 知道我们的计划 这不 把他们送出来告诉我 计划开始实施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别急别急 你们先坐下 我想想 来 既然是有日子 索性我们就将其究竟 可这婆婆和二伯母 少奶奶 你的担忧我理解 但是 现在 即使是不按原计划进行 那两位太太 照样还是会按计划来 这样对他们反而更危险 倒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 将鬼子一网打尽 少奶奶 你去接应他们 这样对他们来说 反而更安全 我觉得她说得对 我也同意 马上实行你的计划 我不同意 定成 现在这已经是 唯一的办法了 定成 我知道 你是担心少奶奶 和太太们的安慰 但是 现在迫在眉睫 我相信 凭少奶奶的机制 一定能够平安完成任务 那好吧 就按计划行事 咱们分任务吧 那 柴大当家呢 你跟大少爷先去我们家密道 去把炸药搬出来 直奔老虎沟 秉承 你集结你手下部队 把劫出来的炸药 也搬去老虎沟 夏先生 你跟先生也去老虎沟 勘查地情 准备接应他们 我一会儿去找日本人谈判 明天 我把他们引入老虎沟 想办法脱身 然后 你们引爆炸药 好 那么 我们就按照少奶奶说的 按计划 各自行动 大少爷 请带路 不 我去 四爷 不就是断了条胳膊吗 只要能打小日丸 就是胳膊底都断了 也他娘子直 走 少奶奶 那我们先行一步 我跟夏先生 就先去准备了 那你们 注意安全 好 主角 你明天可一定要小心啊 定成 我接下来说的事情 你一定要记住 定成 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 这只簪子 是爷爷留下的 我 三子里面是空的 放了一张地图 地图标示的位置 是我们邹家 当时最辉煌的时候 爷爷为了应付一时之需 他万一有什么意外 存了一些钱财 虽然称不上是宝藏 但足够我们邹家东山再起 我把所有有关簪子的说明 全都给烧了 你一定要好好保管 万一明天 你把他交给我干嘛 邹家可是你当家 这当然由你来保管 我是怕万一明天 别瞎说 明天一定不会有事的 主角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等我到万丈回来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陪在你身边 我们生好多孩子 看看欣欣的过日子吧 你跟我说的话 我都记得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做了你的妻子 如果你想让我安心的话 你就把它收下 等到消灭了日本人 你再把它还给我 出去 明天 你可一定要小心 这个赞子 就算是我替你保管的 明天你就把热热 引到老虎宫 我会在你看到的地方 给你发信号 你也一定要小心 一身轻叹 注意安全 你终于出现了 你要怎么样 才能放过我邹教的人 你终于出现了 感谢大家 让我希望天哪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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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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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住手 住手 求求你们了 快住手吧 我跟你们说 宝藏在哪里 别说 千万不能说 别说 我求求求你们快住手 别再折磨他了 我告诉你们 别说 在什么地方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 藏宝藏的地方 只有当家人知道 当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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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儿媳妇 只有她知道 我说我儿媳妇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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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都给你说出来 别再折磨他了 求求你了 我带下去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别说了 拜托 Oh papers 儿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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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嫂 disc Кон 主角 我没把藏宝的地方说出来 上下的事情就全靠你了 把什么人赶出去 保护好咱们走去 照顾好我儿子 爹 爹 我这次进城和龙游的共产党组织等锦路人马 共同商量出一个如何瓦解日本人的计划 什么计划 明天龙游的日军会被引到老虎沟 我们提前去不好埋伏 在老虎沟内埋上大量的炸药 只要他们一进到我们的陷阱 就炸他们个尸骨无存 营长 小日本会上这个档吗 会 只要他们想要粮食 以及军费就一定会上档 小邦同志 准备好了吗 好 差不多了 库墓放在这儿 跨过去就是安静的地方 先前去 营长 这边准备好了 小邦同志 既然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就打一场伏击战 你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打胜仗 放心吧 营长 拜托了 兄弟们 快点 把那边布置一下 叶孙少佐 我们按照约定 我把一半粮食给你送过来了 现在你可以放人了吧 人我是要放的 但是还有一个条件 条件 你们要的条件还少吗 除非 你不想要人质的安全 和邹家的安稳 只要你交出皇军要的东西 我就放人 你们要粮食 我已经给你们送来了 只要你放人 另外一半粮食 我拱手奉上 少奶奶是聪明人 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们邹家除了粮食 还有宝藏 野村少佐是在开玩笑吧 我们邹家的钱财 已经被你们洗劫光了 存在暗处的粮食 也给你们送来了 我们邹家没有什么宝藏 拯いて 記哭 婆婆 朱� sub 絕ач 你终于来了 婆婆 您休哭 他们把您二婆婆 把她活活打死了 他们是一ательно面崇道 我的东西 言尊少祖 我们之前谈好的条件 我把粮食拉来 你放人 你干吗要折磨我的家人 这个女人在牢里什么都说了 你邹家不仅有粮食 还有宝藏 全部都由你来保管 在你的严性拷大之下 你自然是想听到什么 就能听到什么答案 你是说她在说谎吗 带上来 主阿姨 请求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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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阿姨 我们一定要回家 主阿姨 请求我们 主阿姨 我们一定要回家 主阿姨 请求我们 主阿姨 我们都很可爱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不合作的话 主阿姨 请求我们 主阿姨 请求我们 主阿姨 请求我们 我要先进的宝藏 然后放人 好 我答应 我来 范先生 好像木头不在刚才的位置 大伙 他不去了 你别 不行 这 鼎城说过 进入龙虎沟后 会有三块石头 等过了石头 就意味着 进入了我们的埋伏群 可鼎城他们 在哪儿 到达库墓后 就是伏羁区 可是库墓又在哪儿呢 陈下 你确定 你们家的宝藏在里面吗 宝藏就在里面 可是这儿的环境 这么险峻 如果黄金遭到埋伏 将会进退两难 我们自然把最宝贵的东西 放在一守难攻的地方 人质都在你手上了 你还担心什么 我希望野村少佐 遵守承诺 把人先放 说得也有道理 我会遵守承诺的 马上把人质放了 主君 快 我们一起走 不 婆婆 你先回去 我晚点再回去 那好 我留下来陪你 走啊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 我走啊 我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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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小三 请建议人质 是 出去快点 过了苦目就安全了 站住 老师姐 你 你好像在骗我 你不是要保送我 我现在就带你去拿 山上有人 抓住他 这边 我现在好 我便宁吃了 我宁死了 我照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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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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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寒霜 孤单的心上 相见相望 谁曾在你的方向 一转眼 春散 泪红妆 莫消闲 愁人 彷徨啊 天地长 百转眼惆怅 一阵秋雨 一阵凉 地浪黄 是情人如霜 一把心酸 无处躲藏 洛竹军牺牲了 一个误入豪门的女人 在硝烟的火光中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而她却保住了邹家 保住了龙友百姓 并且成功拖延了日军的备战时间 所有粮食和物资全部转运给了抗日队伍 为抗日队伍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给长沙保卫战的初战告捷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她传奇的一生和不寻常的命运 在邹家后人中 代代相传 一阵秋雨 一阵凉 地老黄 是情人如霜 一把心酸 无处躲藏 我却在你转身的想象 各位游客 我们往这边走 回头往何处才是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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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